阿彌陀佛 各位師兄 各位法師 各位師兄 阿彌陀佛 我們上個禮拜講波羅 也用了一些比喻 例如說 我們在講修波羅的方式 天台志的大師也講了一心三觀 我們就知道由我們這個既有的所知 來修空觀 假觀 再由中觀 入二門 這些觀就像我們說的三波羅 由文字的波羅到觀照的波羅 再到石像的波羅 而三波羅它實質上也是一個次第 也可以說它是同時 那麼也講到一向莊嚴的修法 由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由一個像 而統設一切的有空不惡 因為這個像 我們是以佛像念佛 或者是觀想佛的狀言和屈辱 這也是我們講的以假來修真 就像我們都知道 人生如日如天 如夢如患 我們有了一個假 再來修這個不禁觀 又講到我們上禮拜講的五庭行觀 那麼最後到戒分別 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的觀 也就是轉入我們的念 然後從我們本來的我質 法質 然後把它破除 放下 而屈入我們本來的自性 或者我們也有談到體相用 我們都明白 我們自己有佛心 然後我們這個身 有一個我 就是這個像 然後我們去做為 我們去言語 做了深語意 在我們沒有見波羅自性 我們都是在造業 那當我們側見了自性 這又有不同的角度來詮釋 例如說我們知道六計佛 怎麼樣叫做佛性 什麼樣的層次角度 那麼有六種不同的方便講法 所以我們這個身體 拿來借假修正 如果我們執著於有一個我 那麼自然就是五毒 就是用我的執著 來做許多的事 包括學佛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認為有一個學 有所得 那麼就會跟我們講的 無知義無德與無所得故 相違背 所以才會說 不是本心學法無益 為什麼不是本心學法無益 因為所謂的佛性跟法性 它是不二的 你學法 不了解法性 那麼實質上 這個法 不是自己的法 它只是一個方法 來方便我們找回自性 但你如果認為它是一個法 那麼你就會直於這個法 這個法 是在三界內所習得的 那麼你就會在三界裡面 而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處理三界要從心上面去修 所以學佛最重要的是要放下 我們的狂心 這個狂心是禪宗的用法 這個狂代表的就是五毒 然後你放下以後 蝦記菩提 這個蝦 在禪門講的就是 你放下以後就是菩提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聽到 有些蝦後語 也就是講你開顯自性以後 所講的 這些禪語 禪語 所以祖師或者 我菩薩用了很多的名項 不是叫我們去執著 去解釋名詞 是來引導我們 修自心 所以你不修心 任何有一個我 那麼很多我所做的 我想要的 我的你的 因為你有我就會有他 你就沒有包容心 你就容不下 你心裡不想要的 不喜歡的 你就想要自己喜歡的 對自己有利益的 那麼所以說 取心動念 都叫造業 所以我們佛門有講 止觀 也就是說 你要先把念頭 止下來 因為那些都是妄想 都是造業 特別我們在佛門 特別我們在佛門 我們都知道 洗心動念 尤其在閉關 就是在訓練 就是在訓練 不要再由我們的神語意 起了作用 然後返文自信 所以大半看到的就是禁語 不能講話 不能講話 最好的方法 就是 指念 所以 要放下這個念頭 你才能夠 放下 這些六層 如果 不從這裡修 是 沒有辦法 找回自己的 你認為有一個法 拼命去求 而事實上 佛講得很清楚 佛所說的 其實佛所講的這些經典 不管它是 範文 藏文 或中文 它都有佛的法性存在 有文字的法性 就有文字的般若 你不修心怎麼跟它相應呢 即使 你 讀中文系 這些 古聖先賢 所翻譯的 經典 你一看就懂 但那是因為你國學的基礎 能夠了解它的意思 但是你沒有改變自己的心態 沒辦法屈辱於實相菠蘿 或者是觀照的菠蘿 而文字的菠蘿其實也生不起來 因為你用一個我的習氣 在研究經典 反而造成另一種執著 因為你有我 因為你有我 就有我的定位 這個就是我慢 我知 所以今天我們要誦經 要修法 是要修心 用自性的清淨 來跟法的法性相應 那麼自性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講這麼多般若 還不是很清楚 那麼就是 慈悲跟空性 因為所有的佛菩薩 都是因為無我 無別的慈悲 那麼行自己的願力 這個就是佛羅蜜 這個就是佛羅蜜 就跟我們常常舉例 四個人搬桌子 三個人有目的 一個人沒有目的 他沒有我 沒有我的目的 他是在修菠蘿 其他的 有的用習氣 有的用個性 有的有所求 有的是歡喜心 不同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 三人即行空 今天不管你 是什麼身份 低位 你不修空性 絕乏無異 法 法 法性 什麼是法性 法性 也是法界 法性 也是自己的心 它也可以叫做佛羅 那麼它展現的 可能是慈悲 可能是智慧 可能是智慧 或者悲至雙暈 或者悲至雙暈 體性 並不是入定 在四禪八令裡面 那個都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講 因無所住而生邪心 你還有一個我 或一個法 你就有所住 那後面就不要講生什麼心了 因為 你無所住都辦不到 你還有這些虛妄分別 你所 文思的這些都還沒辦法屈入法性 你所修的定 都還不是 按住在法性 那麼我們為什麼講 一甲修真 我們不是講 人有六根 六層 六四 等等 這樣的 所謂的 根層式 但是可以由 這樣的 十八戒 來修回自己的根性 就像今天 我們在 讀宋經典 或者現在在 聽聞波羅 從這個法性 藉由我們的眼根 或者耳根 中間透過 式的作用 或許是文字 或許是聲音 版文 版文 更新 這個 就是借甲修真 但是你若職於外界 你收到什麼信息 你聽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那麼實際上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心 跟三界內 所圓 而產生的現象 因為 因為 自信 還沒辦法 屈辱 清醒的法性 所以我們 我們才說 要佛來佛展 佛來摩展 你有沒有安住法性 自己最清楚 就像我們講過的 以五眼來說 以五眼來說 你要能夠發揮 有界定慧裡面 正德無我 也就是 才能夠到 出國的阿羅漢 其他都是 有虛妄分別 跟過去的業緣 在三界裡面 還在流轉 那麼三界裡面的種種 現象 不管是 六道的哪一道 他們都還在裡面 那佛菩薩他不同 他是入三界 亦不入三界 因為 他的心 含包了十八界 所以 我們上次才說過 有沒有結局是 他一個房間 卻可以 汗色了 執法界 並不是說他的房間很大 而是子 他的 心就是法界 所以 修波羅要有這些了解 而且 了解還不夠 那麼最怕的是一知半解 因為這個會造成 自以為是 會造成大妄語 因為他以為 他已經證得了什麼 然後自己又是什麼 那麼那樣子 再看看波羅經 就會知道 連佛 跟我都沒有差別 怎麼會我想要成佛 因為上禮拜 我們有談到 或者是上上禮拜 談到 佛陀跟文俊師弟菩薩的 還是舍利佛的對話 結果講到 什麼是佛 什麼是我 這都是一個 像 所以才有六計佛 這樣的角度的詮釋 而我們 不知道 以為有一個我 以為我要去成就一個佛 我 那就是不解如來真實意 然後在自我的意識裡面 用思意的方法 用思維的方法 要去學佛 要去學法 實際上 在波羅講的 這樣子是 不對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你要處理三界 你要真的處理這個火宅的家 你只有修波羅 否則 都還在 正式輪迴裡面 庸庸陸陸的 忙心外的事 而心沒有正入法界的清淨 可惜之心本來清淨 並不是 要把自己的身體 弄得很清淨 或者是居住的地方 弄得很清淨 一塵不染 掃地 掃地 掃心地 掃的是 自己的心地 雖然可以有外的清淨到內的清淨 但最主要的不是外的清淨莊嚴 是內的清淨莊嚴 這個內的清淨莊嚴本來如是 只是我們迷了 狂了 所以我們要放下 要歇止 對佛 稱為人天師 人跟天都還沒有歇止 人跟天都還沒有歇止 人有人的倫理道德 天也有天的天倫 人有法律 天有天律 但都必須 但都必須 修這樣的法文 才能夠真的出家 處理三戒 人天都是護法 護持正法 也護持心 這三保 所以 要 直覺 不要 不要 再讓人心狂野 再造野 最起碼 破缺項 你還能到五色節 所以 起碼 八風 吹不動 那麼心 不要再結一些夜緣 像我們講過 你心還動 就會有災難 心動 四大就動 因為我們人體和生病 這個小宇宙 跟大宇宙 都是四大 那麼這些天地的違和 違調 也是人的心念感召的 我們的心 有了這些情緒 自然心理影響生理 也會影響所居住的 大的宇宙的 這種四大不了 我們的地 造成我們的骨骼的疾病 肌肉的疾病 就像地震 這是地大 我們的水 造成我們流鼻涕 或者我們血液 出的問題 或者阻塞 這造成 我們的水災 我們的 所謂的 海水道觀 我們的火 我們的火 出了問題 我們的身體 忽冷忽熱 發燒 或者體溫的調節 失去作用 大地 大地呢 可能就是四季 節氣 亂逃 極端的氣候 沒有春天 沒有秋天 那麼風大呢 我們可能氣喘 或者我們的氣血出了問題 絕育循環不好 漲氣 漲氣 或者大宇宙 可能就有 预風 龍捲風 空氣污染 大城堡 所以 一切為新造 不但有這樣的災難 也會感召 五魔君 的赤身 好 今天 傳見詞以慢 本來 他也是 可以 是 五佛志 然後 五光 五光 五光普照 但是如果 不修心 這感到 很多 障礙 你知道 我們常說的 有五陰 煩惱魔 有天魔 有欲魔 有死魔 甚至於對法 的執著 還有法治魔 所以我們要明白 不修心 不修心 為什麼 真的 沒辦法解脫 不但自己障礙自己 自己的身心 違和 還感召 其他的 有不修心 有不修心 有共的 跟別的 不共的業力 所以今天講 般若 不是說 修禪中的人 修心中的人 或者修天台的人 修天台的人 其實 大家都應該明白這些因果 而應該 修自己的自性 有了 有了 這樣的因 才會有 自然有 這樣的果 而不是求來的 所以佛陀 也會告訴我們 不要求了 求就有求不得 而佛 的法把化 佛的法身 才是佛的真身 法把化 像體相用一樣 在運作 而今天般若講的 多半是 三生一起講 但最後會歸於法界 所以 一佛 就是無量一佛 上個禮拜講到 這個 無上的 福田 這樣供養的修法 就像一向子 莊嚴一樣 就像 尖手牽引 觀音 菩薩 代表著 也是三世佛 所以我們要清楚 瓦巴化 體相用 它是一 就跟我們講的 三波羅 也是一種方便的 詮釋的方法 跟道果 跟道果 也是一樣 三殊聖 也是一樣 你沒有法心 就不會有無緣的殊聖 就不會有 回向的殊聖 而由發心的殊聖 到無緣的殊聖 緣起信空 當然是要修心 那麼有為無為 都在於心 不在於 有沒有為 所以即使 我們做法事 或者行婆羅蜜 都要歸於 無我 跟自卑 如果一個修行人 失去了自卑 那是沒有可能 處理的 那麼甚至於 會造就 很多的惡業 所以常常有人問 我修行有沒有進步 只問自己 你有比去年 更慈悲了嗎 心量更大了嗎 更能夠包容別人了嗎 更忘了自己了嗎 這個 就是看自己的修行 有沒有進步 不是說 我今年懂得比去年多 這個叫進步 這個叫慢行 因為無知以無得 所以 學法 如果不修心 法也很難起作用 因為法性不相應 不是法沒有用 是 法跟自己 沒辦法相應 起不了作用 而一直要求法 沒有辦法 這樣子 方向 不但錯 而且 會變成 一種認為 法 方法 可以達到 自己的目的 一 這一條 不歸路 這會引起很多的爭鬥 因為一法必有一法 破 所以 法的方便是建立在法性方面 這樣 就更能夠明白 菠蘿是什麼 但是要建立 這個菠蘿 也必須發心殊聖 這個心 就是菩提心 那麽可能 那麽可能 菩提心 又是由 出力心 慈悲心 感恩心 那至於 出力量心 來 驅入契合 總是 人性的 光明的那一面 來驅入 菩提心 來驅入 這樣的 自性 所以回家的路 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個地方 不在於 你學了什麼 為什麼阿羅漢 他叫無學位 竟本來具足 但是修行 卻是要繼續修行 而 修行就是一種 學習 有空性裏面 自然運作的學習 我們用學習來代表 也可以用成長來代表 因為你的悲怨悲心 會越來越廣大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也因此 會越來越廣大 煩惱 但菩提 會越來越廣大 所以菩提 就是這個 這是不二門 不落兩邊 不落兩邊 唯一的 了一 這樣的 自性的修法 我們修行 對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再來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再来继续讲 那么上个礼拜是讲到不思义定 不思义不思义不可思义 我们没有办法用思义的方式 来入那样的法界定 这是刚刚讲的 那么接下来 佛战文殊师利言 佛陀赞叹文殊师利菩萨说 善哉善哉 佛陀赞叹文殊师利菩萨 很好很好 你与 诸佛 也就是许多佛 当起的时候 久述九直善根 在自己的善良的心性里面 心性或者说善根里面 你在修这些善法 就像佛所说的 诸善奉行 这个善也就是去服务他人 行我们讲行善积德 那么修 敬修范行 大家明白 直善根修范行 这六个字 跟我们讲的 诸而莫作 诸善奉行 自尽其一 诸诸佛教 是一样的 我们人性的光明面 我们的十善业 来修十佛罗蜜 这个才叫做泛行 泛行不是说 清静的行为 而是 它是用空性 在修泛心 真正的泛心 你清静的心 才会有清静的行为 并不是 清静的行为 叫做清静的行为 就像今天我们讲 我们今天 供佛把水果 洗得很清静 可是我们的心 非常的杂念 情绪 非常的负面 你用这样的水果 供佛这样的行为 但是 你的心不清静 那么 代表着 这个是不静的供养 不清静的供养 所以为什么 我们过去也讲过 我们今天供佛 要用清静财 就是说 你财 来处清静 而且你供养 要用清静 恭敬的心 去供养 所以这个地方 佛所说的 静修 泛行 我们可以深入来讲 就是要修泛行 那么有些人 很努力地做功课 可是可能外面很吵 或者是 时间很赶 就不是用自己清静的心 恭敬的心 来诵经 来修这个法门 那么这样就不是凡行 所以我们宁可 先做三条法 先把自己的身 把自己的习 把自己的心调好 先安定下来 再来诵经 不要急着 慌慌张张的 急救张 好像在 赶时间那样子 那样子是 自俗讲是不恭敬 为佛法讲 那是不清静的 所以我们常常 在禅修之前 一定要诚心尽气 因为面对于法 你如果没有这个心 来行持 或者来求法 那么 都是不如法的 也没有办法 得到法医 相反的 即使 你今天 没有诵经 可是你的心 安住在决心 按住在法心 你自然跟这个法 就是相应 就像有的人 求灌顶 有的人 去求戒法 为什么前面要先清静 三叶 你才有办法 得惯 得戒 这个心 这个心 只是为了自己 求财 求法力高强 只是要学一个 方法 是没有办法得观的 因为你 跟法性的菩提 完全不相应 你要去求戒 你没有跟戒 他的戒性 相合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萨的愿 心里呢 还是我直至圣 连条楼都不愿意 那样子其实 也不适合去求戒 特别是菩萨戒 五戒 都守不好 处理心 都不坚固 都不放下 你怎么去求菩萨戒 是可以先去运作 可是 你求 也是没有得戒 因为无法 心静自信 去相应 所以这个地方 佛所说的 文殊菩萨 直善根 修范行 那么真正的要解释 那么可以说 佛 赞许 文殊菩萨 用清静的真语意 去行 是婆罗蜜 也因为这样子 佛继续说 乃能演说 圣生三昧 如今安住如是 波罗 波罗 波罗蜜中 也就是因为你过去 这样的 行 波罗蜜 而且是用 泛心 那么你才能够演说 这样圣生的 赞美 也就是 文殊菩萨 他的心 二流史中 都是在法界体性 如今安住如是 波罗 波罗蜜中 也就是说 文殊菩萨 他在 跟佛对话的时候 他是安住在 波罗 波罗蜜当中 那么佛陀这样说 是 也等于是告诉后学 要这样做 你要 执善根 你要修心 在清净 也因为这样子 文殊菩萨才能够来 说波罗 然后 他在说法的时候 是在定中 在说法 那么当然 我们看呢 是 文殊菩萨 跟佛陀 的对话 实际上 文殊菩萨 是在说法 那么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又说啦 如果我 住于 波罗 波罗 命中 能做 是说 即是有想 那么 文殊菩萨 又借这个 因缘 又开始说法 他怕 大家又 执着于 这些文字 就讲啦 如果我 住在 波罗 波罗 命 来 说这个法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 想法 便住 我想 便会 执着于 我在想 也是告诉我们 不要 用想 若住 有想 我想 忠 如果你有一个我 有一个想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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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便 有 处所 那么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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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就会因为你有我 而在 这个我里面 那么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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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若 住 于 无 意思 我想 如果你认为 它是无 这也是你认为的 也名处所 亦名处所 那么 你要放下 有没有处所 离子二处 住无处所 如诸佛住 你要 放下 这个我 然后分别 你才是 像佛 这样安住的佛性 安住即灭 它是没有这些想 非 失意境界 如是不失意 也就是说 真正的 波罗 波罗 蜜 它不是 你用理解的 用你的思想 思考 因为它是 不是失意的境界 那么 这样不失意的境界 才是 波罗 波罗 蜜 的住处 也就是 波罗 波罗 蜜 它不是 失意的 波罗 波罗 蜜 住处 一切法无相 一切法无作 也就是 真正的 波罗 波罗 蜜 这个法 它是 没有一切的 像 包括这些 我们讲的 所有名像 你都要放下 也没有 作为 也就是 没有 任何的 想 或者是 作为 它是 刚刚前面讲的 安住即灭 它是在一个 寂静的状况 那么为什么 会有这些 杂想 会有这些 狂乱呢 就是因为 迷了 迷叫什么 迷认为 你自己有我 或者你迷认为说 有一个法 所以才会有 这些 跑出来 这些东西 或者你学了 很多的法 你认为 有这个名像 然后你就会 跑去 想说 哪一个名像 跟这个境界 能够相合 所以学了以后 就像我们 上礼拜讲的 你要放下 你这个石头拿起来 就要放下 拿起来 就要放下 这个石头才是你的 如果你拿起来 一直放不下 那么 你不会变得 执着 越来越强 你看 不失意 不失意 即法界 这里讲到了 就是 法界 不是 用失意的 法界 即无相 无相即不失意 讲的就是 你不失意 这些 相 就是现象 明相 这些 你都 不能失意 不失意记波罗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法界无二无别 这里已经讲到法界 我们平常讲 心系法界 而其实波罗波罗蜜就是自信 所以有的人 在他还没有正德法界 他会认为 他看到的这一界 或者他觉知的这一界 是法界 而实际上 是他所缘的 那个法界 也就是 这一个人他的因缘 某一部分 他认为这是他的法界 如果他在渔缸 就是渔缸 他在前海 就是前海 那么他可能在天人 他就在天人 而他认为这一个宇宙 他就一个宇宙 他认为三千大千 就三千大千 这是他的心所缘 如果要讲 这个 为四 那么这个意识里面 有多少的时空 多少的为四 的空间 那是他的 因缘 那么这地方法界 反正先包太虚的法界 也就是 所有 全部包含 所以不思议 就是波罗普罗密 波罗普罗密 法界无二无别 这个波罗普罗密 跟法界 它是 没有差别 五二无别 即是法界 你没有任何的分别 它是 一 没有二 没有三 没有四 它是法界 法界即是无相 即是法界 是没有 这些相 就是因为 有了谜 有了狂 才有这些分别 无相 即波罗普罗密 所以所有的无相 就是波罗普罗密 波罗普罗密 即不思议 什么不思议 那么继续来诠释 什么叫做波罗普罗密 他也是无声灭 他也是不思议 那么无声无灭 界 即不思议界 所有呢 如来界 及我界 既不恶相 这地方已经讲到 我们上次有讲到 如来的法界 跟我 你认为有一个 我的这个法界 其实是不恶 如是修波罗普罗密 者 既不求菩提 何以故 菩提向离 既是波罗普罗密 连求菩提 连求菩提都不求 因为你如果真的修波罗普罗密 你不会去求一个菩提 你连菩提都不求 你还求什么 求我身体健康 求我事事如意 你一个有一个我 才有一个求 所以我们叫回向书生 你要回向 不是求 当然先以利沟 佛菩提都不求 那么方便 让大家能够对佛法产生信心 但真正的觉友情是必须自己去修 让你安住法性你不会求什么 那么意思是方便 用法界跟佛力 来方便利益众生 所以为什么佛 告诉我们 物与色身见我 大家看到佛是一个色身 佛在弘法 他很随缘的 他不会求自己有一个金色 或者求很多弟子来皈依 不会 或者他要去掌握什么权力 回去当国王 不会的 他会随着众生的根系 例如说十大弟子 有不同的根系 都让他从他的根系因缘 长处 在心中都是第一 是平等的 所以 这地方讲 不求菩提 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搞的 不求菩提 因为有我 你就会求 没有我 何来求呢 意思就是这样子 世尊 若知我相而不可责 无知无浊 是佛所知 也就是说 若知道 我 跟一切的相 都不可执着 那么 无知无浊 他没有任何的知道 也没有任何的执着 这个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了知 那么 不可思议 无知无浊 无知无浊 既佛所知 那么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为什么呢 何以故 知体本性 无所有相 云和能转法界 假设你知道 也就是说 你没有知道 那么 这是 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你如果你知道 佛的本性 没有所有相 你这样如何能转法界呢 所以 这个地方 的症结点在于 知道 你如果认为你知道 然后 我知道 大家都明白 你连知道的念头 都没有办法 测见法性 因为 你认为你知道 所以很多人 我们 都听到 有些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 我知道 你知道就代表你不知道 因为你还有一个我 所以大部分的人 如果他讲 我知道 另外一个人就不会想再讲 因为你都知道了 而 这个地方文字符道 就在讲了 如果你认为你知道 知体本性 无所有相 你认为你知道 云和能转法界 你怎么样转这个法界 若知本性 无体 无佐者 既明无物 如果你 从这里来推想 你如果知道 你的本性 没有本体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自己的本性 没有体 没有任何的执着 那你没有任何的 具体的东西 若无有物 是无助所 你没有具体的东西 就没有一个我 这个住所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我 你既然知道 你怎么会有一个 你知道呢 无依无助 没有任何的依附 包括这个住所 无依无助 既无生无灭 无生无灭 既是有为 无为公格 你没有依附 就是没有生灭 因为你这个色身 你有一个我 它是一个生灭的 那你没有生灭 你就没有有为无为 那么这样 的 这种 或者是有的人认为 我无为就是有功德 其实这样的想法 你若真的知道 则 没有你的想法 你没有你的想法 你怎么会说 有为无为的功德 那么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不思议 不思议者是佛所知 那大家要明白 所谓知不知道 是指你生起一个念 你认为我知道了 而不是安住在自信的觉醒 这个地方 文树斯理菩萨是在破 所知掌 如果一个人 他认为他知道 他就是推理嘛 你认为知道 那你知道 他没有任何的执着 没有任何的执着 就没有你啊 没有你 你就不会有这些差别想 也不会有没有有为无为的 这种差别啊 那你没有这些想 那你就是不思议嘛 你就是不要有知不知道 那么你这样子才是 如你的佛性 你没有取 没有舍 也就是说 你没有知不知道 没有得到 你知道 这样的 取舍 那么不见三世 去来等下 也没有差别这种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这样的差别像 不取生灭 其诸其作 你没有认为说 有一个生灭 或者你有一个开始 一个过程 所以也没有不断不长 没有一个断灭 也没有一个横长 那么这样的知者 你能够照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才是正智 不思议智如虚空 也就是说你真正的不思议 就像虚空一样 无此无彼 没有彼此的差别 不可比类 没有办法 不可以用彼的 也就是不可以用推论 用这种比较 无好恶 无等等 没有喜不喜欢 或者是好 或者是不好 没有无等等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等次 等级的差别 无相无貌 这没有任何的相貌 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 我们讲的法界性 佛告文殊事例 若如是之 明不退之 如果你真的了之 这样的 这样的知见 是真正的不退之 到这样的程度 已经不退 因为你完全 心去法界 你不会推 不会静静退退 常常修行 还在进退 但是你真的能够到这样的话 就是真的按住 所以 为什么我们又回到刚刚所说 波以色身见佛 佛陀 他的法八化三身是一 虽然大家认为佛陀 会讲话 会走路 跟一般人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报身 路透纳佛 他有他的 这个 功德 所成的宫殿 那么他实际上 是一针的佛界 那么如果以四镜土来说 他是长光镜土 那你认为他是色身 你把他当成人 你认为他也有生老病死 那么用人的角度去批判 去想他 那这样子 是不对的 因为佛也讲了 这些佛理 我所说的 所做的 都是 由法界的体性 来运作 所以不能认为 这些 是一个 一般的想法 因为佛是觉者 而我们呢 都还是反复 所以为什么 佛陀一直告诉我们 其实 菩萨只是觉有情 那今天 佛陀跟佛陀一直在觉我们 一直在从般若里面 觉醒我们 让我们不要 再迷 再做 这些梦 那么 苏师弟言 无作智 明不退智 尤如金钱 尤如金矿 仙家垂打方知 好恶 若不也打 无能知者 佛陀说 佛陀说的这个不退智 是 是 无作智 也就是他 因无所助而生起心 他没有作作 不认为自己 有什么有为 在空性里面 这是不退智 尤如金矿 就好像一个金矿 仙家垂打方知好恶 也就是 他必须去垂炼他 去打他 才知道 他是不是 真的金矿 若不也打 无能知者 你不经过这些千锤百炼 你没办法了解 他是不是 真的 側见这个自性的 模拟宝珠 不退智向一副无事 你要这样 到不退智也是这样 要行境界 也是你要去 訓解行政 你要去行 从三坡洛密 从三坡洛密 从三坡洛去行 你现在要求自己 去修 在各种境里面 戒假修真 对境念心 你要去行持 不念不着 无起无坐 也就是你要 不起这些 虚妄分别的念 然后你没有 任何的执着 不念不着 也就是不执着 無起无坐 你没有喜心动念 你在座位里面 是因无所住 生喜心 聚足不动 你心如如不动 不生不灭 而 哪一显现 你能够这样的 去熏习 去做 那么 你入不生灭地 这个境况 才能够显现 也就是 文具菩萨在这个地方 又 再说 这个不退治 是必须 熏习 修正 自己 就像打金矿一样 千锤百炼 你要去修出来的 不是只有 你从文具菩萨 然后呢 你就认为 自己已经得正 你不对劲 练心 是没办法的 所以文具菩萨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要去练 所以我们学了很多文师 你后面的修 不去练 自己的念头不检查 不放下 不忏悔 不改善 是不可能有 这样的智慧 你认假为真 所有的像 你还认为 他是 真 你不知道他是 原起原灭 你还钻进去 去研究他 用学习的方式 这些其实 都是错用心 用错心 因为你错用心 所以你 用错心 因为你这个心 不是阴无所住的心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 从空性里面 阴无所住 再升起心 如果不是阴无所住 我们真的要修 那个阴无所住出来 而不是一天到晚 我们认为 我们很精进地在学 但是都不是在心上面千锤百脸 都是向外面 去看别人的过失 去要求别人 是希望满足自己 事事 满意 这个方向就不对了 这个就不是文书 这个就不是文书菩萨所讲的 尔时佛告文书师利言 这个时候佛陀告诉文书师利菩萨说 如诸如来 自说 己知 谁当能信 那么文书菩萨 佛陀就问文书菩萨说 如果 诸佛 说自己的这样的智慧 有谁能够信呢 也就是说 文书菩萨 你刚刚说的那样的境界 谁能够信 大部分 你没有正德的人 听到菩萨经 都会惊恐 恐怖 甚至于 不信 或者是排斥 那么佛陀所以这样问 文书是利言 如是智者 非涅槃法 非生死法 是极灭行 是无动行 不断 贪欲 称慧 愚痴 亦非不断 何以故 无尽无灭 不离生死 亦非不离 不修道 非不修道 做事结者 名为正信 文书菩萨 怎么回答佛呢 说这样的 信的人 这样的有智慧的人 他不认为 这是一个涅槃法 也不是一个 原始原灭的 生死法 它是一个极灭行 或者是一个 没有任何的 作为的无动行 而且他没有断 这些 贪真施 但是又不是 没有断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样的智慧者 他是这样的想 也就是 他不执着于任何 一种 明相的法 而 他是在空性里面 没有差别 一些明相 何以故 无尽无灭 不离生死 亦非不离 不修道 亦非不修 做事结者 名为正信 能够 能够像 这样的 没有一个生灭 那么我们讲的 不入三界 不出三界 他 不生不灭 没有生死 也没有 所谓的 离开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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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这个差别 也没有所谓的 修不修 这样的了解 他才是真正的 正信 也就是说 他没有这些虚妄分别 那么 就像刚刚讲的 不修而修 今天我们认为 我在修法 我在 诵经 那么这样的智者 他是怎么样 来行持 因为他是无所住 他不是我 在诵经 当他拿起经典的时候 他嘴巴 诵经 但是他是法界 一如 不是我 在诵这个经 他是用自信的佛 佛性跟法性相应 所以他没有 所谓有没有修的问题 他修也在法界 不修也在法界 所以我们不能与色神 去看佛 我们认为佛现在在吃饭 而不知道 佛不修而修 他现在没有在讲法 可是 我们也知道 佛可能在道立天 而我们认为佛现在要睡觉 实际上 三生 是一 所以就说 这样的人 他能够 了知这样的境界 他也不是用我 在过日常生活 他的行住坐卧 都是慈悲跟空心 他不是我 包括他叫诵经 也不是我 是整个法界叫诵经 所以才讲 菩萨他在听法的时候 不是听法的内容 就是我们讲的诗外里面的 前面两个无碍 所以菩萨他能够以这样的体性 来行使 佛 这样问 文具菩萨就这样子回答 就说 其实这个地方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 菩萨摩萨 如果有听实无碍 就会明白 是这样的 没有差别的心 没有差别的心 来了解佛的境界 佛告文殊师语 善哉善哉 如如所说 甚解释意 那么佛陀又很称许文殊菩萨 你这样说的 真的已经很 很贴切很深入的来 解释 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 不只是六祖慧能这样讲 真的是本来无一物 是我们自己的念头 不会指 愿力不升起来去实修 不对劲练心 而没有办法把自己本来开选出来 而菩萨 跟佛的对话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但是大家不要差别 他是菩萨 他是佛 其实在法界里面 没有这些法 我们可以讲六祭佛 是以文殊菩萨跟佛来说 他是方便 因为真正的法身性 也就是我们讲的 法界的体性 他是不二的 很多祖师大德 我们都知道他是 某一尊佛菩萨在来 过去 他也曾经四现成佛 未来可能也会四现成佛 那么现世是由佛陀四现八相成佛 那么他也会受计 未来哪一个 弟子成佛 那么这些 都有 这些 很多的公案 所以成佛 不是 为了成佛而成佛 那么祖师也不是只有一个身份 就像我们讲秘宗 撒迦班自达 也受计他 三世以后 在东方成佛 那么他过去又是谁 未来又是谁 就像文殊菩萨 他过去 亡种上亡佛 未来又是另外一个佛 当下 他是文殊菩萨 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 他的愿力 是要让大家都成佛 但是实际上 文殊菩萨 或者地藏菩萨 他们四现实地菩萨 而地藏菩萨 他早就具足成佛的资粮 也不知道资粮 已经可以成就几次佛 那么有了菩萨的愿力 他也是不停地相助佛 到度尽重中他才成佛 所以无量劫后他才会实现成佛 而其实他的资粮 不管他实现的是身闻 乃至于人 天 那么他早 就已经成就佛心 就是现在讲的 这个境界他早就成就 所以 不求菩提 也就是说 不要去差别 然后有一个菩提可求 因为 每一个 佛菩萨他的愿力不同 像地藏菩萨他 并不是用成佛立众生 他是不停地立众生 其实他已经自然自然 不知道成佛的质量 已经圆满了几次 那么不只是地藏菩萨 也有许多的 学佛的弟子 他也发起跟地藏菩萨一样的愿 所以他的形态呢 也会是这样的形态 但是他的法界性 可能已经正德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境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用一个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的缺失 不要那样子 那会障碍了自己 而且将来 又跟这样的因缘 将来还要去续 这些缘 因为有了这样的 原因 好 我们来补动 亮魔尼佛的心咒 Om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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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们再来持统 吻出独立菩萨心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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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愿大家善悦圆程 慢慢的将光明收回身心 再慢慢的确定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大家铲修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